北港亭的南洋国秀有一个座去超过四十年的量兴 不过已经年久失修 破顺到这严重 因为少年帮救队的比较好友 破水文 它就主动刺激 为了帮助精修这个量兴 而且国关国救队连世的合纵 希望精修了够可以提供一个数十的量兴 让救援来才效果 也希望这个造成美丽的纪念兴可以变成南洋国秀的神经典 北港亭南洋国秀过去的小邦队是非常出名 新智在高年丹家梁梁的堕尼之下 也在过全国冠军 民国六十四年为了纪念高年 特别建立一座量兴在校园里面变成一个休闲的好空间 本校嘉隆亭成立于民国六十七年 是由本校的少邦队的家长会及后援会出资成立兴建 是为了纪念顾陈佳龙老师带领少邦队 荣获全国中华杯少邦总冠军 因为输用这么久 这么多地方都破顺严重 也是少邦队丸的比较好友 花水文 就主动向好风烈亭 要出席来精修良庭 尽数完成以后 不断加上米蕾的柴尾 也让学生修用起来更安全 那年久私修 本校有意进行整修 那少邦队的校友 也是我们少邦冠军队的议员 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主动联系本校 希望能够出资来整修我们的家隆亭 我一有休假 回到故乡就会来这边走走看看这样 看到这种已经有 比较需要重新换人一心了 所以我就当下我就决定要回归母校 敬礼所谓的我的一个心意 除了金修良庭以外 郝悠竟是暂走去年刚后队的消防队 转身在困难求三 希望保障人在困难上的输求 在下科医院也应该到梁亭来休息 就是重建的这个家隆亭之后 就是棒球队都很开心 就是打完球之后就又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休息 很开心 那个有免费的练习服 给我们练习 全完既两亿的良庭在中心金修医院变了很多电视 在校风里面不但是增加一个金键 也让金菜 校棒队里数 拥手 流团下去 继续 郑怡婷 彩虹报道